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謝謝大家四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你還在消耗自己的健康嗎 今天醫師好辣要來告訴你 過度消耗身體 當心讓你欠下難以償還的健康債喔 三位藝人又有哪些毛病呢 哲學家蘇格拉底是 你說過生命健康算是 那財富是零 如果前面的一倒了後面零 也就是說再多的也沒有用 所以由此可見 健康是比財富更重要 這裡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可是年輕都是用健康換財富 到老的都用財富換健康 真的 大家走的路都是一樣 體內激素欠很大 內分泌失調讓你百病生 因為我們婦產科 最容易被人家問到所謂的 內分泌跟荷爾蒙的概念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個概念 內分泌不是 一般人講到荷爾蒙 好像就只有性荷爾蒙 女性就是持激素 男性就是所謂的搞固酮 其實光一個女生的月經控制 就有幾個呢 從最上面的這個 到下面的腦下垂體 到下面的腎上腺 全部都參與到這個月經的規則 的相關性 甚至於像 你說胰島素 跟我們月經有沒有關係 跟各位報告一下 也有關係 所以一般人覺得 胰島素就是代謝糖分而已 NO 胰島素的控制如果有問題 它會跟新陳代謝有關 脂肪的比例會增加 脂肪比例的增加 就會影響到我們性荷蒙的產出 所以你的月經也會有狀況 那我為什麼用這個圖 來跟大家講 我最近很多人只要月經的異常 你現在只要 加上 加上毛髮比較多一點 或者是 你把這三四個題目 在Google一找 下面刨出來就是 尤其那個瓜哥女兒小禎的 最近的減肥事件成功 激勵了非常多人 但是每個人只要 看到她的減肥成功 都覺得 我的胖就是多腦性卵巢 我最近門診就有一對姐妹 妹妹呢 其實大概在近兩年 但是她胖呢 她一走進來我就覺得 一點點沒有那麼像多腦性卵巢 那我就說 你皮膚還好也沒有那麼差 她就跟我說 因為她是做網拍 她網拍做美容保養品 所以她皮膚好 應該是她自己照顧得好 她覺得她一定還是 多腦性卵巢的增口區 那姐姐陪來呢 姐姐也說她胖了 這半年多 也滿多 可是姐姐身材比較標準一點 大概看起來像60出頭而已 我說才胖5公斤 可是她說她皮膚變差 我一看皮膚真的變差 比較乾燥 而且她自己說頭髮油就比較多 好 那評估下來 症狀有的像有的不像 其實我要先講 即使你同一個症狀進來 我們常原因是不一樣 那我們多腦性卵巢 當然有些標準的一個檢查 先做個超音波 先抽個血 結果呢 其實妹妹很不像多腦性卵巢 她的抽血數不算 超音波也不像 她只有臨床症狀上 姐姐反而在抽血上比較像 那我們會給一點藥物 那這個藥物理論上 如果穩定的話 月經會來 體重會下降一點 然後毛髮皮膚會好一點 妹妹呢 其實皮膚本來就很好 她說她沒感覺 月經呢 摧了半天 她們兩個同步吃藥 姐姐月經來 然後另外一個瘦呢 理論上 吃某些藥物的控制的時候 食慾會下降 會有點拉肚子 理論上會瘦 可是妹妹就是沒瘦 姐姐呢 還瘦了兩公斤 仔細一問 妹妹這兩年 就是因為經營網拍 其實她都在這兩年 網拍的壓力其實很大 所以她幾乎 沒時沒日的在那邊 其實她問題就出在於 她的 睡眠週期打亂 其實她影響的 就不是我們剛剛講 幾個性腺癢癢 她其實下四秋都有影響 睡眠週期打亂 所以這個小女生 我後來就跟她說 那妳可不可以增加一點運動 可是我網拍我很忙 我沒有時間運動 所以關鍵點 她應該回到規則運動 是 我想說保證 因為小禎過去多男性暖潮是 請教這個醫師看 保證醫師看 可是保證醫師看的時候 你其實把他治過 對 可是治過他並沒有瘦 他那時候 短時間有瘦過六公斤 但是看不出來 對 對 那你撐幾百多分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不是你多男性處理完畢 你就會瘦 沒錯 那後來你看 是不是靠運動 靠飲食 靠不喝酒 所以這些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你看完多男性暖潮 你看完又繼續網拍 生活不歸零 你就會瘦嗎 瓜哥真是深得我心 其實我們 對不對 因為我跟你講 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 多男性暖潮 他來吃 來用藥 為什麼他旁邊的朋友 效果很好 我都旁邊效果 我自己效果就不好 或者他一陣子 他會都有一個心態 我可不可以治癒或治好 其實很多疾病 他是一個狀態 他其實我們只能協助他改善 那第二個我要講到他姐姐 姐姐其實瘦了兩公斤 但他最重要是月經來了 他來以後 他心情放鬆很多 但是我就聊姐姐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現在 整個社會的問題 他差不多快30歲 他母親50幾快60 最近因為照顧父親重症 所以你知道現在 老年的照顧 其實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最近的壓力來源 來自於這個 那我說最近會好一點嗎 他說父親的疾病 高一個穩定程度 他現在壓力就小很多 所以你就看我們必須要 一一的去抓 不要認為只有一套 一個原因 就是一套解決方案 像多男優卵巢 或更年期的某些 慢性代謝疾病 它是需要時間的 我覺得是那時候拍戲也是 差不多我覺得那個 轉折點 是真的大概在30歲左右 就是大概30歲之前 你再怎麼累 幾天都沒有睡了 你打下去睡一覺很快 很好睡很好醒 然後很快恢復 過30真的是不行 我那時候連續拍 以前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躺著攝影棚就可以睡了 對 那個角度就可以睡了 我有兩年就端著椅子睡 對啊 就走到哪兒睡到哪兒 都沒有躺在床上過 拍戲就是那種 可是過了30之後 你就會發現不是這麼回事了 我就開始一大堆症狀都出來了 最早是譬如說像是那個 我有一次是 就是椅子在抓那個肚子 裡面好像抽筋一樣這樣痛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看西醫 就是OK 就沒事 所以中醫的話 他就講說你可能是那個 他叫 就是說你 其實就是 你 他說我喝一杯水下去 什麼15分鐘就上廁所了 所以那個水沒有在身體跑 什麼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 會有一顆東西在這邊 可是這個也是很尷尬 就是 稀吃了 就是要長期調養 那後來 長期調養後來就找中醫 他就說一個叫煤和氣 就是 你怎麼吞就好像有一顆 維持的那個 卡蛋 就吞不下去 吐也吐不出來 然後你也會講到 就是有一顆東西在這邊 就太緊張了 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 對 很多狀況 然後包括 還有就每次量很大 我有時候保險 我都要穿到指尿鍋 因為你怕說 會有那種 真的一站起來你就 你就 怎麼會有瀑布 就是很誇張的那種 爆衝性失血這樣子 內分泌這件事情 講到後面 他就是一個 說不清楚 反正整套都亂了 那個問題 對 然後後來就是 不拍戲之後 狠狠睡他兩年就好了 對 那現在才會想再接戲嗎 對 就是短期的可以 可是如果像之前那樣長期 幾個月是真的不行 有時候晚上的澎湃到天亮 就剛好天亮去接一個外景 對 真的 然後沒戲就兩天 然後有戲就三天這樣 對 我們最長 我最長到七天 然後我還記得我那天 七天那天我已經累到 已經有點 有點昏迷的狀態 然後我還看新聞 然後那天剛好播什麼 就是竹科有那個 工程師就是過勞死 然後我想奇怪 剛剛聽鳳書這樣講 我覺得 其實醫學是這樣 你眼睛痛看眼科 牙齒痛看牙科 心臟不舒服看心臟科 那到底什麼東西要看那個 心塵代謝科 我一直在覺得說 這個內分泌的問題 出現問題的時候 到底是表現出什麼症狀 很難 其實我們醫生也覺得很難 常常要查了半天 到最後才發現是一些 心塵代謝的問題 那心塵代謝 我們剛剛有什麼甲狀腺 有性腺腺腺 跟我們腎臟科 最相關的就是這一科 當然我們看 這一科是一個腎臟對不對 它上面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那個就是腎上腺 那腎上腺 那腎上腺大家 從小健康教育就提到說 你在火災的時候 你又變成神力女超人 你可以把你的冰箱扛起來 就分泌什麼 我們看很多代理 有一針打上去 腎上腺的腎上腺 腎上腺 可是這一塊叫腎上腺 分泌的不只腎上腺說 它還分泌 會出現什麼問題 我就補充一個案例 我記得我是總醫師那時候 那個急診室的醫師找我 急診室醫師會找我 通常有兩件事 一個就趕快要洗腎了 要找我去弄 第二件事就是 不然他其他一般 他們大概不會找我 然後我那時候找我之後 他就看到一個三十幾歲的男性 然後一直嘔吐 然後嘔吐完之後 很奇怪的是 他們幫他查 他血壓很低 血壓只有80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鈉離子正常 大概135到145 他大概只有120 可是他有一個 甲離子是高的 一般我們吐會鈉也低 甲也低 可是他甲離子是高的 他發現他應該是中毒 為什麼 因為他像 他皮膚非常黑 然後大家想 沒錯吧 這個看起來像是中毒 然後就找腎臟科 來 我就問 媽媽陪他來的 那我就問他說 就從頭到尾問 他說他這個現象 已經從二十幾歲開始 就有了 所以我說 這不是一個急性的問題 可能滿久的 他說這個男孩子 這個他小孩很奇怪 只要早餐沒吃 容易出現低血 然後就頭暈 然後貧血 然後低血糖 大概9點10點 就出現這種情形 那一般這種 比較常見在女孩子 有沒有 他是男生 那所以他很 他就是很虛弱 然後很容易感冒 那二十幾歲開始之後 有一天 夏天 他不知道去曬太陽變黑 變黑之後就 就是越來越黑 那他說還好是二十幾歲 如果從小就這麼黑 因為他們爸爸媽媽 都是白的 全家都是白的 後來查出來 他是一個叫 原發性的腎上腺 機能不足 又有一個叫做 艾迪森氏症 為什麼叫艾迪森氏症 不是 對 不是發明電燈 那個艾迪森 他是1855年 有一個英國醫生 叫Thomas艾迪森 發明發現這個疾病的 他不只分泌腎上腺素 有分泌一個叫 腎上腺皮脂醇 跟那個全固醇 分泌不足 分泌過多了 叫做那個 有另外一個 酷心式症候群 其實他 那個腎上腺皮脂醇 就像類固醇 就像類固醇 那如果類固醇過多 就會出現什麼 月亮眼 水流尖 那如果過低的話 就會出現 我剛剛那個案例 他就是 他血壓很低 那個腎上腺皮脂醇 會幫我們身體 控制我們的腎臟 把鈉離子拉上來 把甲離子排出去 可是他這個功能不足 所以他 你知道他 因為他 血中鈉離子一直很低 他好喜歡吃鹹的 那後來我們就給他 補充了一個叫 它就是一個 腎上腺的一個皮脂醇 補充了三個月之後 他的血壓上來 整個疲倦感改善 而且人整個白回來 所以這個 如果說你們有一些 這種奇奇怪怪 其實這個疾病 不是那麼好 也不是那麼常見 台灣大概十萬人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案例 十萬人是因為 因為我常常有時候 在飛機上會跟空哨聊天 他就講說 你知道嗎 飛行師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的腎上腺 他每天起飛下降 起飛下降 他再負的是三四百克的條命 所以他的責任是 他起飛到腎上腺 下降腎上腺 這腎上腺如果過度使用 真的會讓人家壽命 最近有一個 英國和日本醫師 他們反而是提出一個理論 叫腎上腺疲勞症候群 是 他們假如說是屬於不止 不止那個飛機 包括我們醫生也一樣 我們醫人不是每天要考腎上腺嗎 對 我們一直把它吹吹吹 不要吹 吹在一個高壓的狀態 腎上腺持續分泌 到了某一天之後 我們任何時候 在吃任何東西都沒有用 那就很累很累 再怎麼睡都會 都不會恢復疲勞 我們醫學界事實上 把它定義一個叫 慢性疲勞症候群 所以我們可能有這種症狀 對慢性疲勞症候群 不過這個是有定義的 要六個月以上 然後有一些條件 譬如說出現一些輕微發燒 有一些摸到一些淋巴線 然後怎麼休息 他就是很疲勞 那個就符合那個症狀 所以過度使用其實也是不一樣 可是我們當醫人沒辦法 他就是他 我們只要一上場就一樣 上場就一樣 這類的治療 其實跟鳳树一樣 就是讓他休息 然後恢復正常的生活 您的醫師就叫 我們不要再追求 我們每次跟病人這樣講 病人不可能 對 病人總是希望我們開個藥 就不要再操我們 不要再操我們 我最近工作都超慢 然後我好不累 我從五月到現在都沒有休假 我昨天休假 休了一天 超累的 我昨天整天都是休閃 你知道嗎 就是差不多 然後整天都是這樣待著 有個階段要休息 我有一段身影是這樣 而且到最後 因為你不能休息 所以剛才就玩死自己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是怎麼弄自己 就是說 我發現 當我已經累到 快要最後一滴 點滴 都快要用勁的時候 我只要一杯果汁下去 新鮮的柳橙汁下去 可以再撐兩小時 可以玩到這種程度 然後你就知道這杯果 下兩小時之後 你一定要休息了 如果不行的話 你會 就會 真的會接過去了 就是會把自己 用到最後那一丁點 我現在覺得 我那時候對自己真的很壞 我就是都不睡覺對不對 所以那我只要怎麼樣 我要睡對時間 那我就發現了 我只有兩個小時睡眠的時候 我一定要在11點到1點睡覺 就還會選關機時間 真的有差 就是你真的測試自己 測試這兩個小時睡 這兩個小時 這兩個小時效果最好 所以其實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 所以我以前吃宵夜 我都跑去睡覺 放宵夜的時候就睡覺 對 可不可以造成一個 我也是到你以為 對 所以你看我常常出去度假的時候 人家都發現我是呆掉這樣 對 就呆子一樣 放鬆 就是你有放了三天四天假 對 你出去怎麼會覺得那麼累 因為你這一個禮拜都在 身上先使用 對 所以我就一直存在這個問題想請教 對 很多疾病你知道 為什麼我們一住院都好 是讓住院讓你們躺在那邊 休息一個一個禮拜 很多疾病都好了 你們休息不夠 對啊 就一定要把他點進去休息 可是我們沒生病 你們也不會受我們住院 如果一個人長期熬夜 他肯定的皮子群 位置分泌一直慢慢減少 你熬了七天 他皮子群一直分泌減少 我們知道皮子群是我們因物 壓力的一個荷爾蒙 如果減少 這可以解釋你為什麼 長期熬夜之後 隔天精神會不好 我們知道 在我們那個阿嬤那個年代的人 很喜歡 因為他是美國仙丹 對 所以叫美國仙丹 而且使用之後 精神會很好 非常好 所以我前一陣子就有個 六十八歲的阿嬤 來看我們 他主要是因為 會覺得很疲倦 他就先去看心臟科 那幫他就抽了一堆血 那一單是血 大部分都正常 包括講說腺素也正常 但是意外發現 所以這位醫師就認為 他是內分泌失調 就轉來我這邊悶診 那我就看到這樣的結果 我看到這樣的數字 納離子太低 腳離子太高 問起來病人也很累 而且對近體重有下降 我就懷疑他是 皮肚群分泌低下 去幫他抽取確認這件事情 那這種是原因 後來再仔細問一下 這個阿嬤現在六十八歲 因為他在二十歲的時候 到五十歲之間 都有常常在用地下電台 買一些黑曜蜂來服用 我們認為那黑曜蜂 成分就是淚固醇 可能就這樣導致他 電腦腺癌不足 AM 對 造成這些症狀 那這是很常見 第二個案例 比較少見一點 第二個案例是一個 五十二歲男性 這個男性 以前他非常活潑 非常樂觀 在爬馬拉松 很陽光一個男性 但主要是 他的床室其實是 他老婆說他病人 是病病人 但是大概從上個月前開始 心事缺缺 然後甚至有點 不舉這樣子 他老婆覺得怪怪的 一度 然後一度鬧家庭革命 所以前面工作 不要做得太勤勞 真的 稍微不勤勞 就被懷疑了 就被懷疑了 那一百分 你後面只要八十分 就會被懷疑了 沒有進步的空間 那還好是沒有被抓到 有小三的痕跡 那後來就是去看 去看咪尿哥 咪尿哥幫他驗起來 雄雄癌是正常的 但他正常是一個範圍 他正常偏低一點點 可是咪尿哥是跟他講說 還好 所以太太也不死心 就來我的門診看了 因為就是變得這麼黑暗 所以她老婆來看我 其實是因為 這個先生的個性 有點黑化 變得有點 那我在仔細問 大概是這些症狀 因為她的熊群核膜 已經驗過了 是正常偏低 所以我就會覺得 是不是要驗人家皮脂唇 驗起來果然是真的 非常低下 對我來說 我一定要幫病人 找出原因嘛 她為什麼皮脂唇分泌 低下的原因 我知道她問診問不出來 她以前沒有用過淚過唇 所以我就會想要問出來的原因 於是就要幫她排一個 腎上線的超音波 那一座發現 腎上線長了一包東西 這一包東西大概是四成三公分 不曉 長在哪裡 腎上線 腎上線 長出了一包東西 四成三公分而已 很厲害 那種長的東西 對 滿大的一包東西 那一包東西 我們醫師就會想要知道是什麼 所以就要做切片 後來切片發現是 肺結核 這個滿一點跌破我眼見的 肺結核 你要說會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潛移在線上線這裡 它可以跑到骨頭 跑到任何個地方 對 這個可以 這在國外滿常見的 在台灣很少見 但是這是一個滿有趣的案例 它因為不舉 或是說黑化 而來看我們內分泌科 發現這個 意外發現有肺結核 那肺結核就開始 它肺結核治療 開始補充剛剛講的可體松 那大概治療半年之後 整個都好轉了 床上又冰冰狗 她才非常開心 但是故意師並沒有 因為這樣而結束 她因為太開心了 她流大嘴巴 跟她鄰居 或是她社區人講說 她現在不舉 就看蔡醫師知道 回來就變冰冰狗 所以蔡醫師就變神醫師我 然後所以他們知道 他們社區的不舉人 都來看我了 那我體笑絕肥這樣子 大家 各位醫師 剛剛分享說 那個腎上線的案例 其實我這裡也是一個 腎上線的案例 但是表現不太一樣 她是一個55歲的 那個山東大媽 然後她一進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她那個臉 圓的就是不太正常 面包超人有沒有 對 她就是有點這樣 我心裡想說 這應該不是本來 就長這樣子 果然她一坐下來 她就說她最近就是 胖 然後臉走 然後這個肩膀 不知道怎麼覺得這樣 大大肥肥的 對 可是她四肢又不胖 所以她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那我就看了一下 她那個肚子 確實滿大 而且上面有很多 那個紫色的紋路 我說妳這個 應該也不是以前就有的吧 然後她還笑我 我想說 我是沒生過小孩 不知道 那個是任成文啦醫師 只是最近比較胖 所以變紫色的 那我就覺得不太對 她那個四肢的腳 這個皮膚也是 皮膚很薄 可是血管好像會透出來 一樣的那種感覺 大概看到這些症狀 就是馬上會想到一個叫做 酷心式症候群 對 酷心式症候群 它也是腎上線問題的一種 所以你看 其實非常不一樣 剛剛是變瘦的 變黑的 食慾不振的 可是這個是胖的 所以她也是腎上線的問題 那我馬上想到 也就是美國仙丹的狀況 妳有沒有吃什麼美國仙丹 是沒有啦 可是我那個山東老鄉 有介紹我一款保健瓶 那是吃那個精神變好的 因為她之前那個 所以她吃了這一款 她真的覺得精神百倍 可是後來她發現 她有時候就是一兩個 就是一兩次如果她忘記吃了 她就會覺得有點疲倦 所以她就不敢辣掉 她就會一直要持續的吃這樣 對 所以後來 就是真的幫她檢查之後 真的又是那個保健品的問題 它裡面一樣是有類固醇 所以她長期的類固醇 造成她這個酷心式症的 這個肥胖 然後中心式的肥胖 可是四肢纤細 甚至有時候會 可是她因為壓制了正常的 這個腎上線的一些激素 所以她自己如果沒有吃那個藥的時候 她的精神是沒有辦法提振上來的 所以後來她這個要花 我記得她大概花七八個月的時間 慢慢調 慢慢調 還好她體內的激素 還是有拉固醇 你說這間食品上面會不會寫 有類固 其實她沒有寫 不會寫 對 後來我們是用一些 那些檢驗去做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就是說 你還是要比較去 相繼一些比較大的廠牌 對 不要說人家跟你說這個好 可是沒有 現在職效有這麼多 對啊 對 就是真的很難講 我想還是有幫助 現在這種人比較少了 以前有一種人叫做 有沒有聽過 你講得像神多奶爸那樣 太生態了 對 以前在社會上看滿多 現在這種人越來越少了 那其實像 因為我是信誠代謝哥 內分蜜科醫師 那其實 我們其實跟蜜尿科醫師 都有一個蜜字 所以其實常常會搞混 有時候其實外面的阿公阿嬤 來找我們的時候其實都 他是覺得 我們好像會看 特別看什麼泌尿科方面 就像我們是內科系的 內分蜜科醫師 我這邊其實要分享一個案例 是一個這個 泌尿科醫師 轉介過來給我看的 那主要是他在 泌尿科門診追蹤 因為他是55歲的大哥 那他最近在半年前說 然後老婆是30歲左右 然後他就想說要 太太也很想要再生小孩 然後就幫他積極地做規劃 可是在結婚後一年左右 都沒有下文 然後就找蜜尿科 然後蜜尿科就幫他檢查 他的勃起的功能 他的血液循環 看起來都還不錯 南下網比正常值稍微低一點點 金蟲裡面的精子活動力 比較沒有這麼好 可是另外他發現 有些金蟲在精液裡面 他有一些沒有發育好的 金蟲的細胞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就請他來找 我們內分泌科醫師 我們內分泌科醫師 我們還會檢查一個叫做 腦下垂體的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的內分泌系統 除了下四秋會去分泌荷爾蒙 去支配我們的腦下垂體 腦下垂體會再去分泌 就促進性腺 性腺就所謂睪丸 分泌這個荷爾蒙 所以他會再分泌一個荷爾蒙下去 我們再去驗他腦下垂體 分泌的荷爾蒙 去支配這個 控制這個性腺的荷爾蒙 發現這個荷爾蒙 也是比較低 那就不太對了 因為一般來講 男性更年期的話 應該是性荷爾蒙 男性荷爾蒙比較低 但是這個促性腺 應該是會比較高 那結果他是相反 他兩個都低 所以我們就很合理的懷疑 他的腦下垂體 可能有什麼問題 那就幫他抽腦下垂體的荷爾蒙 檢查起來 他的命乳激素 稍微高一點點 正常值是30 他大概是50左右 那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次性性荷爾蒙 他只有這個 比正常值的數字 還要來得低 所以我們就幫他安排 做一個電腦斷層 那看到的確確確看到 他在腦下垂體的 跟這個筋的部分 有長一個小小的水泡 大概0.5公分 那這個水泡 就是造成這個 他這個壓迫到 所謂的男性荷爾蒙 去釋放的這個一個機轉 那這個當然就是 因為他只有0.5公分 一般我們腦神經內科 神經外科 他們把它認定是小的這個流 小的水泡 一般來講就是評估 因為假設你要去開刀 他們用電視鏡去開 太大的話 開太大的話 傷口要輕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其他的功能 像剛剛講 甲狀腺跟這個其他的荷爾蒙 所以基本上這種就是 用觀察的方式 後來就請這個患者 就是回去之後 找不孕症的醫師 做人工受精這樣子 那我這邊的話 就是有一個那個 調整荷爾蒙的一個查因 就是我們的熟蒂 還有我們的覆盆子 還有那個枸杞子跟兔絲子 這個的話其實它 因為我特別講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指的是 像性荷爾蒙性腺這個部分 那主要的話 因為它裡面的一些成分 我們講說熟蒂 它是一個比較調腎的 好 然後再來的話 像是覆盆子 然後枸杞子跟兔絲子 這三個的話 其實這三個子 在中原來講 它就是一個養子的 就是助孕養子 它其實有一些那種 黃銅類的成分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公園的娘娘 都喝這個做胎藥 對 就是那些 助孕養胎用的 很好喝的 那養乾茶 對 就是它就是一些 天然的成分 然後就是 它不會太過於上火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 長期的一個保養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看 筋骨腹在大爆發了 小心讓你全身動不了 我長期做事不良 然後 而且我們這樣外景 然後拍戲其實很高壓 我們的肌肉都是緊繃的 然後睡覺 其實睡的時候 你很難整個全身都是放鬆 對 完全沒有 我就睡起來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更累 對 然後就是 怎麼覺得好像 剛做完運動見完身 那你應該睡硬一點的床 我其實越睡越硬 所以這個要學 放鬆要學 對 然後我之前 不是 不動第二天會放鬆了 對 然後我之前就發現 就是奇怪為什麼 有時候坐一坐 腳會麻 或是睡起來的時候 腰都會很痛 然後甚至有一次 我睡起來以後 我發現就是那一天是我們 我們那個外景是要開車 就是自己自駕的 然後我們從 那個時候從台南 出外景一天玩 然後開到高雄 再一天開到屏東 再一天在台東 開一天然後再開到花蓮 最後從花蓮做火 就回台北 那天我終於回到家 我想說 好好睡覺 我好累 然後一睡隔天起來 我動不了 我連腳都動不了 我就想說 不用吧 我在這個時候 我都已經當完兵了 我才江直系 脊椎炎 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就硬是把自己 這樣翻身翻過來 然後趴了大概 快半個小時以後 可以動 稍微可以動 然後我就稍微這樣 拉一下... 然後我去看醫生 然後照X光才發現 我脊椎側彎 已經壓迫到我的很多神經這樣子 很不舒服 我想我們來檢測一下好了 現在很多有 所以呢 各位可以做一個檢測 檢測自己 先子 各位觀眾朋友 你可以試試看 可不可挺拔 各位觀眾朋友 你試試看 腳跟貼牆壁 屁股貼牆壁 後腦刀貼牆壁 然後這叫三貼 如果彎腰頭背的話 就貼不太到 對不對 那夠挺 雙手合掌 這叫四貼 瓜哥看你有沒有辦法 四貼 你就... 屁股 後腦刀還不錯 這樣就有三貼嘛 雙手合掌 四貼 有耶 這樣就夠挺 有沒有 所以要養成這個習慣 夠挺 可是你沒發現我在抖了嗎 對 真的 要養成這樣很自然 就可以挺到這樣 這表示你的體態夠挺 我們要怎麼學習放鬆呢 對啊 學習放鬆的確要學 因為臨床上很多朋友 我很放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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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放鬆 我會鼓勵一個口訣叫做 各位現在坐好 坐好坐滿 我們也用站著就好了 然後眼微閉 齒微分 眼睛微微閉起來 然後調息 慢慢吸氣 慢慢吐氣 在吐氣的過程當中 感覺一下 臉部的肌肉有沒有放鬆 脖子有沒有放鬆 肩膀有沒有放鬆 手有沒有放鬆 如果覺得哪個地方沒有放鬆 感覺到再重來一次 放鬆一下 然後這樣練習幾次 這是基本的先做 我鼓勵大家多做一個動作 腳打開微蹲 深蹲嗎 手打開 然後光做這個動作 然後開合 放鬆一連舞 這個動作多做的時候 要接舞 這個腳尖 看看個人 朝前或旁邊都可以 重點是要挺拔 讓你的背肌 腰肌 腿肌 臂力 同時 一 二 這個動作你有空就做一下 做個五下 這很難耶 這女生做起來其實滿性感的 好 好 因為你這個動作做的時候 有沒有 越來越快 你的體能就會很好 好快喔 謝謝 謝謝 全醫師身體超好耶 對 好厲害 突然讓我想到那個 國慶音樂兵的時候 在總統府面前要那個有沒有 棒合金 棒合金 那個我一個病人其實真的就是 簡老師講的這樣子 那個我之前去一個大公司 就看一個 我去幫他們做一些健檢的資訊 然後有個大概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很高 大概175公分 一個高高瘦瘦的女性 她就拿了她那個公司的那個 高階健檢報告來給我 她其實是因為有 然後就是常常會覺得 呼吸不順暢 好像這樣 才有辦法放鬆的感覺 常常這樣 所以她這一次這個健檢 她特別加助了非常多的項目 心臟的 然後肺功能 她連胃鏡都吞了 可是都沒有問題 可是她在講話的時候 我就一直觀察她 她就是 好像整個人有點很畏縮這樣 就是這樣子在跟我講話 那我說你的工作性質是什麼 她說就做電腦 很一般的文書作業 我就去看她的辦公桌 她那個桌子 大概比我這個高一點點而已 那電腦螢幕差不多是這樣 她又很高 所以她都是這樣子 在看她的電腦 那我就請她回我診間 我幫她照了一個那個 頸椎的X光 這個是正常人 正常人的頸椎 她應該有一個彎曲的 C型的正常的弧度 在這個弧度之下 我們的頸椎 其實是會最放鬆的 不會有很大的壓迫 可是這個才三十幾歲的 年輕妹妹 她照出來 她的頸椎整個已經是 這個一般在我們以前 大概是 長很多骨刺 她才會直成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你姿勢不良跟駝背 非常的嚴重 造成你頸椎壓迫成這樣 那你壓迫久了 你今天在看電腦的時候 看手機的時候是這樣 就連你平常講話 你沒有注意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 久了以後 你胸前的這一塊 我們叫做 其實現在是一個 比較新的概念 你想像我這個衣服 好像是我胸前的筋膜 她長情你這個姿勢 她就緊縮了 縮在這邊之後 造成你胸椎跟肋骨整個 前後的這個張力並長 所以你今天就會有這種 胸悶 胸痛 或是呼吸不順的 很長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你這個 你的整個姿勢 一定要請她去腹腱科 做一些筋膜的放鬆 跟那個伸展的腹腱的治療 所以剛剛那個年前 後來我們去做了這些治療之後 其實它就有 比較大的改善這樣 對啊 所以我只是就是 希望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個 傑老師教的這個貼的這個 一定要 平常一定要自己去注意 尤其是工作環境中的 這種我們叫 人因工程的危害 它那個椅子沒有辦法調 但是你可以墊雜誌 或是書在下面 去讓你的這個 那個視線的那個 是水平的 而不要這樣子低的頭開這樣 其實我們講的都不難 對 難在哪裡 你不會想起來 所以我都會 我現在就是一陣 因為我之前也是 想說奇怪為什麼我這個地方 有去給人家按摩幹嘛 還是就覺得很緊 後來因為我的三叔 他是就是中醫師 關於骨頭這一塊 然後我就去 我是陪我媽去弄 然後他就說 你過來過來 我幫你喬一下 他一摸他說 你的那個脖子 全部都歪掉 然後他說 我整個臉後面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全歪 他說你是不是很常用手機 我說對 他說而且你用手機 是不是躺在床上 然後這樣子彎著 我說對 他還說 那就是現在年輕人 所有年輕人通病 對 所以要多做三貼 四貼 可以做七貼 貼著牆壁 1 2 3 4 5 6 7 貼著牆壁這樣貼 這樣他的胸部 就會開闊一點 才不會縮胸 老師你是不是學過機器舞 沒有 這個動作是必備的 其實腰痠背痛 這個是一個慢性的 一個長期的問題 懷孕之後如果恢復不好 他的一些 脊椎頸椎的一個肌肉的張力 受傷的話 以後到更年期會更明顯 所以以後到四十幾歲 陸續會到檢討師上門診去 那我先講一下 我最近有幾個個案 以前在懷孕期間 腰痠背痛 初期中等 常常是六七個月 六七個月因為 肚子已經大了 尤其大概六個多月 七個月開始 我們的胸椎 腰椎 因為你看人家懷孕 都是這樣演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會 重量在這裡 你會往後 跟這個有一個 往前傾的姿勢 這個對於你腰椎的肌肉 關節其實是很大的 負擔的不一樣 我最近在門診 遇到越來越多人 懷孕初期 就抱怨很嚴重的腰痠 他的原因在於哪裡 因為現在的年輕 第一個也比較高齡 第二個他在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其實他也許 做的時間太久 所以他的肌肉是減少的 這肌肉減少 在你平常 因為你瘦瘦沒有什麼感受 到懷孕的時候 肌肉一放鬆 又有多的重量的時候 其他支撐不住 所以我們現在在2015年開始 美國婦產科醫學委建議 在婦產科 我們以後會在懷孕初期 九到十五週 就會建議要做 核心肌群的運動 這個在國外已經慢慢推廣 我覺得在台灣有點難 因為台灣 我目前遇到兩個族群 一個很愛運動 我那天才 有一個驗孕才友 他下一步就跟我說 那我原來的TRX運動 核心肌群運動 可不可以繼續做 愛做了就會一直做 另外一個 九到十五週 我只要說 你其實要增加一點點 肌群的運動 老公在旁邊馬上 投射出那種 鄙視的眼神 說這個人從來都不動 你叫做這個有點危險 但我覺得 你會用觀念慢慢改變 就是說 最好懷孕前就可以開始練 那如果懷孕初期 給大家一個觀念 九到十五週 其實是可以做的 一旦懷孕的媽媽 有習慣做某些肌肉的 張力的訓練運動 她以後就會教小孩 甚至會改變她老公 所以你看婦展科多重要 我們可以 其實我們今天 講一些腰痠背痛 或者說有些人 他是稍微就是 動一下就會扭傷 或是拉傷這種人 其實像這樣的人 他都除了你說固定資料 是事過勞之外 他都有一個狀況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就是有一些急性腰扭傷的話 有一些處理的穴道 就是可以按 就是我們的扭傷穴 它其實還滿方便 就在我們的手上 就是你的 大概是食指跟我們的中指 往上推 推到最高的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穴道 然後另外一個穴道 它是在我們的第四指 跟我們的小指一樣 它是往上推 那扭傷穴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腰痛 或是扭傷的時候 它就可以按壓這兩個穴道 我覺得它按壓其實滿痠的 你會發現它痠的位置 會往上跑 要跑到你的手指 好舒服 對我來講 就是腰椎這個地方 也是可以做到一個 放鬆的一個功效 壓力負債還不完 當心你皮老 會讓你老十歲 我們欠錢 跟銀行欠錢借了一千萬 可能還他一千萬 再加一點利息 是 我們跟明天借了 十個小時的睡眠 那是不是十個小時 還他就還不了 絕對是還不了 而且傷害非常大 我就補充一個臨床的一個案例 我記得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最辛苦的就是 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 那時候我是第二年實習醫師 那帶了一個 有一個剛進 從醫學系剛到醫院 第一年的實習師 那個我們那時候 一起在一般外科 一般外科是一個非常非常累的科 那個實習醫師 第一年來 他非常積極 什麼都說是 學長沒問題我來辦 他到沒有他值班 他也留在醫院工作到很晚 那查病例 準備明天的資料 那我就跟他講 學弟你才剛開始 這個 這條路是要走很遠的 要 事實該休息就要休息 不然會 自己要找時間睡覺 那結果那個學弟 其實還是 非常非常精力充沛 兩個禮拜之後 護理師就先來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說 你們那個學弟 該打的點滴都沒有打 該抽的血都沒有抽 那我就 只要叫他過來 本來想要責罵他一般 為什麼你要獻我於不義 那結果他來 我嚇一跳 他其實他整個人就很累很累 因為他老了十歲 所以整個臉框是那種泛黑的 然後整個皺紋 我就好累好累 他才到醫院兩個禮拜而已 那我知道他應該是睡 嚴重睡眠不足 他說他有去打點滴 可是他應該是記憶 我覺得有健忘的 那種已經混亂了 甚至他覺得他有抽血 我打電話去檢驗室 那檢驗室說你們 他說他明明 那學弟不會縮行 我覺得他是記憶混亂 或說抽錯床都有可能 直到有一天 他那一天禮拜天休息 那禮拜一他沒有出現 那總醫師就覺得不大對 就請我去他宿舍去看一下 那我去敲他宿舍的門 他沒有關 我打開進去 他在睡覺 為什麼叫他 他睡得很沉 一直在打呼 可是趕快搖 搖不行 搖不行 那我們就趕快就送到急診室 因為他在睡得很沉的時候 我發現他旁邊有 十顆 然後那個急診室 就打了一個解藥 他就醒過來 他醒過來他看到我 他說學長 我是不是睡過頭了 其實他不是要親身或什麼 他是要睡覺 他吃十顆 我告訴你 他的印象我就問他 他說他剛下午回去 他就先吃了兩顆 一般應該吃一顆 他想說他要好好睡覺 所以吃兩顆 可是兩顆半小時過後 他發現沒有 還是睡不著 他有記憶 他是吃到四顆 然後後面六顆 不知道怎麼吃的 他完全沒有記憶 可能他在迷迷糊糊 就是又吃了 那把他吃到 我們看到的時候 已經十顆都吃完 在臨床上遇到很多 其實最容易吞安眠藥 或許 其實這一類大概就會 睡個兩三天這樣子 他代謝完之後大概這樣 但是那個比較嚴重的是說 產生一些像 尤其是有一些呼吸道 有問題的 會叫 譬如說他本來是一個 氣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吃了大量安眠藥之後 他沒辦法呼吸 可能這個才會有一些症 大部分其實代謝完之後 是可以慢慢 就等於他睡了一個 很深層很深層的 那他們這樣睡個兩三天醒來 是會很累還是 會真的有睡 還是累 而且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他可能睡得很沉 不會翻身 那不會翻身 有時候就壓迫著 產生一些什麼 或說有一些很多奇怪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落枕 有沒有起來的時候 腰痠被動 那個可能是你那一天 睡得特別沉 你本來的時候不會翻身 你根本都睡得很沉 常在吃安眠藥又喝酒 然後隔夜起來 好酸 因為你都沒有翻身 對 因為像我之前也有的陣子 是一到五出外景 然後六日兩天上表演課 然後都是整天 然後都是體力課 所以等於我這樣連續了三個月 我整個人瞬間從 四十二公斤只胖到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 胖了整整十公斤 在三個月內 然後我的月經也是 一開始是都沒來 兩個月沒來 後來一來就來了三個月 這樣滴滴滴滴 三個月完全沒有停滴 我嚇到 因為來到第十天的時候 我想奇怪 怎麼會這樣 然後趕快去看醫生 醫生就幫我調 然後抽血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發現 我的內分泌也是整個大亂大失調 他說我的壓力太大 導致我整個人肥胖 醫生也有給我開吃藥 吃那個月經 調經的藥 可是也是調了 整整一年的時間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發現好像休息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重要 可是有時候像我們這一行 我們真的 就像我這陣子 我這陣子也是突然 又開始重新上課了 我早上每天大概都是 七八點起床 然後上完課一點兩點 我接著下午又要工作 這陣子學校又開學 校園的主持 然後節目的錄製 然後好幾個事情 就導致我每天晚上 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已經十一十二點 還要準備明天的東西 然後還要想明天工作內容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睡不著 而且會覺得真的壓力很大 我覺得是從內到外的 儘管你用了很多的保養品 可是你就是覺得 怎麼不上妝 就覺得很煩 這時候我朋友最近剛好 剛好介紹了我一個 就是用喝的安瓶 這一個 它滿厲害的 因為它裡面其實 我先給大家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包裝 就這樣小小一瓶很可愛 然後你隨身可以攜帶身上 像你有時候累的時候 就是可以一天大概 兩包到四包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這個滿厲害 所以它裡面 有一個很厲害的是 因為像這個植物性胚胎素 就是因為很多人聽到胚胎素 會覺得說會不會有腥味或什麼 而且它是植物性的 就沒有動物的那個腥味 而且重點是 因為它是植物性 所以全素的人都可以喝這個 然後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是 它是有這種 美國的美容的 就是算是美容的聖果 叫做魚肝子 它這個也是很厲害 然後幫助美容 幫助保養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龍膽草 它也是算是 中藥裡面也是幫助身體美容 然後像這個 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十幾種的 就是草本萃取的精華 在這個裡面 而且瓜哥你看 它這樣小小的一包 你除了帶在身上很方便之外 你平常只要這樣子 直接一撕打開 來 喝一下 很快的很方便 然後就玩 而且重點是 它的味道就像那種 我們喝起來的那種 完全不會有 完全不會有動物的那些腥味 因為它全部都是 植物 胚苔素去做的 然後喝起來感覺就會覺得很輕鬆 而且會想像一包再一包 就很像我平常喝到的 果汁那種感覺 然後我喝了之後 我真的就會覺得說 好像真的會比較有精神 然後體力也會比較好 重點是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我早上起來上妝 儘管我好像沒有休息那麼多 但是我上妝的時候 我的妝都是貼的 而且氣色會覺得 好像變得比較紅潤 然後身體也不會那麼的疲勞 對 這個可以請教中醫師 其實我們中醫在看說 我們的一個皮膚的狀況 它都跟我們的五臟六腑的一些 氣血是有關係的 那跟我們皮膚最有關係的兩個 一個臟腹 一個就是乾 一個就是我們的肺 那乾的話 像有些人如果你是比較 就壓力大 或者是說 比較容易生氣的人 其實我們的氣色看起來 都會比較偏蠟黃一點 那像是如果 因為我們中醫講說 肺這個部分 我們肺是跟大腸相表理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是皮膚 就是排便有問題便秘的人 它其實皮膚比較容易 有一些像暗沉 或是像斑點這些出現 那我們只要中藥 在調理這部分 養肝或是清肝的部分 我們會有像用 魚腥草 金銀花 桑腎 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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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桑這些 它主要的話 它可以清降我們的肝火 然後呢 讓你的疲勞感可以改善 然後去改善你的一個 皮膚蠟黃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講說肺是主皮毛 所以我們用一些潤肺的中藥材 像是羅漢果 百合杏仁這些 它就是滋潤皮膚 讓你的皮膚會變得更有彈性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一個 還蠻特殊的植物 叫做魚肝子 那魚肝子的話 它其實是印度的一個水果 目前的話 它是在那個世界衛生組織來講 它又把它列為說 可以就是推廣的一個 就是保健的一個植物 然後在台灣的一個食藥署來講 它也是說可以 就是納入這樣我們的食品的一個 食品級的一個調養 那魚肝子它有什麼 特殊的功效 它其實它有很高濃度的維他命C 它可以讓我們的皮膚就是 抗氧化 抗發炎 然後可以增加它的一個 皮膚的一個修護 那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中藥的一個叫龍膽草的 這個成分 龍膽草的話 它是一個清熱解毒 然後降肝火的一個中藥材 所以它現在運用在美容 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就是消炎鎮定 而且它有一個 所以它不管是內服或是外用 其實都還滿好的一個中藥成分 而且有沒有覺得 你們剛剛喝起來 都不會覺得有那種 新鮮或什麼 反而是那種 莓果的那種 莓果的飲品 很像果汁 而且剛剛醫師講到 那個魚腥草這裡面也有 對... 它幾乎都有 然後你剛剛有提到一個 叫做植物性的一個胚胎素 那植物性胚胎素 它其實就是米 跟那個 所以它不是 米糠大豆 對... 所以它不是一個 動物性的成分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保濕成分 這樣 所以說得好 如果青山菜不化煤菜少 身體只有一個健康受損害 就難以恢復了 所以千萬不要忽略 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好 謝謝大家 南瓜籽最熟為人知的就是 它具有消水腫 還有預防男性 攝護腺肥大的一個功效 其實對於女性來講 它可以改善漏尿 也可以預防我們的骨質疏鬆 南瓜籽還有鈣 甲鐵 吸心 等礦物質 它可以提高身體的免疫力 改善身體的疲勞 那它所含的木分素 它其實是一個植物性的荷爾蒙 改善女性荷爾蒙 達到預防骨質疏鬆的效果 那它其中還有一個叫做 亞油酸的成分 它可以讓血中的膽固醇下降 但是過量的食用 還是有可能會讓你的膽固醇上升 因此一天10顆的南瓜籽 就可以維持你的健康與活力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